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螞蟻集團的上市原本打破了香港的招股記錄 一共有155萬人認購 凍結的資金達到13000億港元 只不過在昨天螞蟻集團主動宣布在上交所和廣交所暫緩上市 究竟真正的原因是什麼 在說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現在就一齊看看究竟螞蟻集團官方的說法是怎樣 他們的發言人說 由於暫緩上市給投資者帶來的麻煩 螞蟻集團就深感協議 他們說將會按照兩地交易所的相關規則 妥善處理好後續工作 至於阿里巴巴集團發言人就說 他們會和螞蟻集團一起 積極地配合和擁抱監管 他們就說相信螞蟻的同學都有這個信心 也有這個能力將工作落實好 社會是希望他們更加好的 他們也必須要用一如既往的努力 實現和超越社會的期望 這個就是他們的責任 實際我認為所謂的暫緩之說 都只不過是螞蟻集團 安排給自己的一個下台階 因為他們根本上就沒有交代過 究竟是會什麼時候重啟上市 沒有提供到相關的時間表 我就相信就算他們想提供也好 因為現在正正就是大陸的證券監管當局 認為他們不符合某些上市的規定 所以才是被暫緩 若然大陸一天不說話 根本上他們就拿不出時間表出來 好了 至於在香港方面的H股上市又如何 香港的上市規則就規定了 招股書在印發的時候 就必須要包括三個財政年度的每年業績 而螞蟻集團最新公佈的 就是截至今年六月底的財務報告 故此他們那份的招股書 一直到今年底之前都仍然有效 如果是拖到明年或之後才重啟上市 這份招股書就會失效 到此時螞蟻集團就需要更新那份審計報告 以及重新遞交新的上市申請 可以說是有時間煩了 好了 至於香港那班認購客又如何呢 他們真是大劑了 現在網絡上一片風聲鶴蕾 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人其實就入了孖展去抽 雖然螞蟻集團聲稱會退回款項 但是借了孖展來認購的省戶 就要蒙受孖展利息的損失 這一部分的利息就沒辦法退回頭 以動資金額一萬三千億港元來計算 假設有九成的孖展券商 平均息率三厘來計算 五日息就將會超過五億三千萬港元 至於通過券商或者是銀行以現金認購的投資者 也都會收取五十至一百元的認購手續費 即是說 怎樣都會有些錢虧了 看看是多還是少 如果是抽孖展的話 那些利息都真的挺耐用的 所以難怪有這麼多網民 在網上伸到樹葉都下 說到自己 就慘過兩天來 就苦過金業局 這次就真是傑傑傑 好了 至於暫緩上市 那個真正原因究竟是什麼呢 有一種說法就是 馬雲在公開場合說錯話 竟然間說的話就是公然跟中國國家副主席王岐山打對台 我們先看看究竟王岐山說了什麼 在上月底舉行的上海外灘金融論壇當中 王岐山提到 說中國要守著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 他還說 近年以來 金融新技術廣泛地應用 新業態層出不窮 在提高效率帶來便利的同時 也使得金融風險不斷擴大 他說金融風險 王岐山強調 要在鼓勵金融創新 激發市場活力 擴大金融開放和金融監管能力之間尋求平衡 馬雲在同一個論壇當中 直接跟王岐山唱反調 他說什麼 他說中國根本沒有什麼系統性的金融風險 這個完全是對王岐山打念 而且大家留意是同一個場合 王岐山還未離開 就在台下聽他這樣說 其實就是等同於公然地駁斥他 為什麼馬雲說中國是沒有系統性的金融風險 他說因為中國的金融基本上是沒有系統的 這兩句說話就被外奸形容為衝著王岐山而說 那也不止 在隨後馬雲又繼續批評中國的銀行業 他就說在這幾年和很多企業家交流 他就認為中國金融的當譜思想最為嚴重 一是把全部的資產都押出去 搞到壓力巨大 一是肆無忌憚的貸款 不斷增加的槓桿 負債就搞到很大 馬雲就認為 金融的本質其實就是信用管理 必須要改變金融的當譜思維 依靠信用體系才行 他所說的信用體系正正是跟螞蟻集團聯繫起來了 他就說這個螞蟻集團所反映的 正正是他對於未來銀行新型態的想法和探索 有一種說法就認為 馬雲在這個論壇之上所說的這番說話 就等同於公然地和王岐山打對台 於是乎就是得罪了王岐山 去到後來 中國的金融四大監管機構 分別就是中國人民銀行、中國銀寶監會、中國證監會 和國家外匯管理局 對於螞蟻集團的實際控制人馬雲、董事長鄭賢棟 和總裁胡曉明進行了監管約談 雖然沒有披露關於這個約談的任何內容 但是螞蟻集團期後就說 將會深入落實約談的意見 繼續圓著穩妥創新、擁抱監管、服務實體 和開放共贏的十六字指導方針 繼續提升普惠服務的能力 推動經濟和民生的發展 雖然螞蟻集團期後就已經煞了 但是似乎官媒就沒有停止對他們的追殺 比如說大陸的官媒經濟日報 以及人行屬下的金融時報 對於螞蟻集團繼續來口誅不伐 他們就開宗明義地提到 說應該停止對熱門新股的盲目崇拜 很明顯就是劍指螞蟻集團 另外金融時報怎麼說呢 他們連續兩天都有儲名文章 直接點名批評螞蟻集團 其中一段就是這樣說 說支付寶就偏離了支付的轉業 擴張成為了綜合金融服務平台 而螞蟻集團就成為了全世界 運業程度最高的機構 它的運業就是混合業務 即是開了名來批評 故此究竟螞蟻集團暫緩上市 是站到什麼時候呢 真是沒人知道 在這片這樣的氛圍當中 路透社的一篇報道 似乎又透露了端藝 根據他們的報道所說 美國國務院在上個月曾提出建議 尋求張正在安排在香港和上海兩地上市的螞蟻集團 納入貿易黑名單當中 以阻止美國投資者去認購 不過其後阿里巴巴的總裁 和美國商務部長羅斯通電話以後 商務部叫停了 將螞蟻集團納入貿易黑名單的計劃 根據消息人士指出 說羅斯擔心 若然將螞蟻集團納入貿易黑名單的話 有可能會招致華爾街方面的不滿 會影響到美國總統的選情 而制裁行動也有可能導致訴訟 故此暫停了相關的行動 這篇報導的出現 和螞蟻集團宣布暫緩上市 在時間點上未免太巧合 這篇說暫緩上市 那篇就有一篇報導出來 說美國當局叫停制裁螞蟻集團 究竟這兩者之間有沒有關聯呢 從客觀效果來說 如果螞蟻集團暫停上市 其實就等於為港交所解除危機 因為螞蟻集團有機會被美國商務部制裁 現在都暫緩上市 至少港交所不需要面對這個難題 當螞蟻集團暫緩上市的時候 現在又傳出了消息 說美國當局暫停制裁螞蟻集團 不將它列入貿易黑名單當中 這幾件事有沒有這麼巧合 這一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